最近有一组关于邓翠文和朋友一起吃饭的照片被传到网上,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中的他穿着白色上衣和黑色长裤,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了解邓翠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喜欢真实的人 而且他的照片都从来不加美颜和任何的滤镜,将真实的自己展示给大众 这次发出的照片仍然没有加任何的美颜滤镜 但是从照片上看,他的皮肤仍然非常细腻紧致,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55岁了 其中在第二张图中将他的全身都拍了进去,而他的手也成为了网友们的关注点 画面中他的手中满是皱纹,甚至有点吓人,然而他的身材仍然很纤细高挑 网友们在看过这组照片之后都纷纷在下面评论留言 有的人夸赞他的颜值状态,也有的人认为他太瘦了 表示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邓翠文的事业发展得很好,前一段时间还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 有网友猜测他可能打算在北京发展,并且最近还忙于拍摄新戏 邓翠文的演技已经被很多人认可 相信邓翠文一定会在新剧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希望他未来发展得越来越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